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 一开始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一切都挺正常的 但是交往到后边 就会觉得他生活上的一些习惯 我无法接受 特别是洁癖这一点 这根本就不要洁癖 这叫爱干净 我从小生活在家庭环境 也是特别爱干净 我妈也特别爱干净 再加上我又是医学院的 所以我特别注重这一些 他不仅在生活上 有非常严重的洁癖 在精神上甚至有非常严重的洁癖 他这个人就太大大力量了 和男生的交往中 也是特别的随便 然后勾个肩搭个背什么的 我就特别接受不了这一点 我从小到大 就是和一堆男孩一块长大的 我性格也比较像男孩 就最多就叫大大咧咧 我不觉得这些行为有什么过分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他也不听我的 他要处处和我作对 他总是说为我好 这样为我好那样为我好 但是他不断这样的要求下 我觉得我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然后我也为他做了非常多的改变 我觉得我已经不再像以前的那个自己了 如果他要再继续这样要求下去 或者是接受不了现在的我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相处下去了 情侣之间的隔着时空的一段对白 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男生大概要求很高 女生有点接受不了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松26岁来自江西 医务行业女嘉宾小邓 22岁来自安徽 顺云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怎么认识的 在一个学校 他就大一嘛 到时候大四 然后就在一次毕业舞会上认识的 觉得对方都挺好的 然后就相识相知在一起了 这几年其实过得我挺开心的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洁癖特别严重 他还总不承认 他说他就只是爱干净 那根本就不叫洁癖 那就是普通的爱干净 我妈一天在家也是拖好几次地 就培养了我一种爱干净的行为习惯 他第一次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一开门 就发现他们家有特别浓的 那个消毒水味道 然后就很奇怪 那天还不是为了迎接你吗 你第一次去我家 我就特意打扫了一番 看你消毒水杀他君 那也很正常嘛 不是 你是准备杀他的君 还是杀屋子里本来的君 就拖完地自然而然的杀下君 其实都会这样的 我进了他家里面 他们家还有个特别奇怪的习惯 就是客人进了他们家 要换衣服 大马路上汽车那么多 弄得一身都是灰 我那天就是为了去他家 我特意还穿着这新衣服 我就不觉得哪脏了 大马路上汽车那么多 都会弄到灰尘在身上 我问一下男生 昨天那个耳麦消毒了没有 这个也擦过两遍 身上带酒精棉 随身都带着的 每天都带着的 会有这种免充洗的 洗手的一个酒精吗 去别人家换衣服很尴尬 特别是一个女孩子 换了吗 换了呀 这次没事了吧 说可多了 光换家居服 他不穿拖鞋呀 我给他放着拖鞋在门口 他就不穿 他要光光着脚在地上踩 那地板上那么多灰 又有细菌什么的 你地板不是擦过了吗 那擦了消毒过了吗 他说我脚脏 我也去穿鞋了 也去洗脚了 这样好了 我就吃了点薯片 还没开始吃呢 薯片不是有盒吗 我就在兜着 然后吃两口 还没吃两口 直接把我薯片抓了 扔拉一层外面 说你不许吃薯片 不许坐在沙发上吃薯片 你看你吃那薯片 那么多碎渣 都会掉到沙发上呀 那沙发又有靠枕 还有毛皮 那你拿碎渣都掉到 平常在外面吃饭呀什么的 他讲究吗 讲究 他每一次吃火锅 特别搞笑 还没把那个锅端上来 他就把他那老三样 先摆上面 是我刚才看那个吗 那只是一个 还有两 你拿出来我看看 是什么叫老三样 就那个必备的 24小时陪伴他 就纸巾嘛 干纸巾 然后就酒精嘛 这个好像没什么姑娘 我倒觉得这十一挺好的 这习惯 对 我就平时出门都会带 这不都为了卫生吗 我给你准备 你还老不用 我觉得太多余 就正常人不就带个纸巾嘛 这是你说他洁癖这一块 是吧 对 在那小片里还提到了一个精神洁癖 这个精神洁癖怎么讲 他就是干涉我的朋友圈 干涉的比较多 现在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他就是 那不都在乎你吗 就是不想让你跟别的男生 靠得太亲近吗 你就是巴不得想拿个什么 无菌罩子把我罩住 用隔离异性 用隔离细菌是吧 他是你初恋吗 是的 我们俩都初恋 怎么了 你不让人家有异性朋友 现在 就是不希望他跟异性太过亲密 你看上次 咱们一到帮人去吃饭 他就要求人家男生给他喂饭吃 真的吗 你那次我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你怎么还说这件事啊 哪清楚啊 你平白无故要求一个男生 就夹到你嘴巴里了 因为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好吗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你描述一下 对我们大家伙都是好朋友嘛 一块去吃饭 他就看到那个男生给我夹东西吃 他也在 对 我在呢 然后我来不及阻止他 我吃饭去了 就没看到 我干嘛要要求别人给我夹东西 那当时的情境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情境不是这样的 当时的情境 哎这菜挺好吃的 你尝一下 就这样 然后我们大家都玩很多年了 你尝一下 就放到我嘴边了 我就说 到嘴边的东西干嘛不吃是吧 你按摩就吃了 那人家刚吃完的筷子都 都在他嘴巴里口水呢 还有细菌 就吃进肚子里了 我觉得当时 其实我吃完肉我也挺后悔的 有点恶劲啊 那肯定是啊 那还是个男的的筷子嘛 但他就说是我主的要求 女的就行嘛 女的也不行啊 也算啊 那你就别强调 还是个男的筷子 对啊 那男的在夹菜给你吃 你这几乎又和他间接接吻了是吧 你和男生这样的交往 太过于亲密了 好随便 我当时 我说你们干嘛这样 干嘛喂饭吃啊 他就特别不给我面子嘛 搞得那个 那个男人也特别尴尬 人家就只是觉得 大家都好朋友嘛 你尝一下 好朋友 好东西 大家一块分享 那后来你不也是嘛 像前几天 咱们就KTV唱个歌 口渴的 你就随便抓起人家 男生的水就喝了 那是我的水好不好 那不是你的水 你的水 我都记得清楚呢 我的水 你的水 我都看得清楚 都不是你的 你随便就抓了一瓶 还是个男的的水 对着苹果你就喝了 当然水长得一样 大概这个方位 就是我那瓶啊 我就喝了呗 你自己的水 你记不清楚呀 我就觉得那瓶是我的嘛 那就是别人的水 然后你还对着苹果就喝了 那里头又是人家口水呢 你发现之后 你做了什么兄弟 他现在要吐出来 还要竖口 顺流到一半 我怎么吐啊 对 他就直接给吞了 我不吞我干嘛 那你竖口 你还不情不愿的 竖了吗 竖是竖了 但是他不情不愿的样子 我肯定不情不愿 大家都在那瞅着 看到我们两个看戏似的 那个男生也很尴尬 因为那个男的很无辜 是我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错 反正我当时还不相信他的话 那你也太迷糊了 人家的水瓶子 你抓过来张口就喝 他就喝完人家水 还有 那气还没消呢 我一回头 他唱个歌吧 和那些男生就勾肩搭背 没有像他说的那么暧昧 就是这样搂了一下肩膀 那你们有必要唱歌 就不止我一个人 大家就是一排站着 一块唱歌就很开心 那当时我还在呢 我要不在你们 还能做出什么事来 你不在我们能做什么事啊 你不在我们 也最多就这样搭 我就把他们当兄弟啊 你把他们当兄弟 我见得像男人一样 那他们是不是对你有什么 肥粉之想啊 应该不会吧 那他们明知道 我是你男朋友 我还在现场呢 他们就敢这样 那他是不是想 拆散咱们俩 怎么可能 然后我们当时唱的歌 也没有说 说是那种所谓的什么 爱情的歌啊 我们情到农时 就搂一下抱一下 根本就不是 就唱什么 类似兄弟啊 友情啊 有没有朋友啊 那种歌 大家就在一块摇一下晃一下 你没有必要当着 那么多朋友的面前 去吼我 那我看到你们 那么亲密的关系 我肯定生气啊 那你这样的话 哪个男朋友会允许 自己女朋友 跟别的男人构见搭辈的 那你这样还会有人 愿意跟我们两个做朋友吗 那我不管 我就看到我就生气 我得把你们俩掰开 我就看到你们 什么都不管 你就管着我 他这个人就太迷糊了 就经常出个门 忘记带这个 忘记带那个 钱包手机都会忘 就逛个超市 他们把手机落在人家店里了 一般就是 我在前面丢的 他在后面捡嘛 你说你看你手机 你刚放哪 你想起来吗 我自己都想不想我放哪 你就放这放那 我就 其实我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 也不是很迷糊 就是当你超市里面 手机落在那了 他帮你捡回来的时候 你心里高不高兴 说我男朋友好细心的 其实还蛮高兴的 但是一般他捡回来的时候 我还没有发现我手机丢呢 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想看看他能不能不要那么洁癖 那么管着我 我觉得他要再这么管着我 我觉得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啊 就觉得我们两个处不下去了 你觉得这三年你跟他在一起交往累吗 这么大大咧咧一个女朋友 你累吗 累倒是累 但是三年其实挺开心的 我也特别珍惜这段感情嘛 也舍不得他 然后又是初恋吧 我觉得他是性格是太迷惑了 也大大咧咧 所以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希望也有人能给我们支支招吧 好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今天肯定是特别能够理解这个小伙子的 因为我也有洁癖 我最大的特点是吃饭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那桌子先擦一遍再吃 我嫌人擦得不干净 我觉得我的洁癖 已经挺让人烦的了 但你的洁癖比我更甚至 你没发现吗 弟弟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洁癖让人生活不轻松不快乐 别人在吃饭的时候 我在擦桌子 在消毒 然后别人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我在擦地板 在消毒 别人跟朋友勾肩搭配 逛街出去玩的时候 我在洗手 在消毒 你这辈子在消毒中度过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累倒是累 但是有时候自己真的受不了 你改不了 对不对 对改不了 就必须得这样做 这点我是说的 这点我是特别有体会的 改不了 所以改不了这三个字 只能对自己 不能对别人 因为别人不可能为你改变一切 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你 改掉自己原来所有的习惯 因为他也改不了 我看好你们今天 一定会甜甜蜜蜜 走出转门 牵手在一起 但是我不太敢祝福你们的将来 因为你们离得太远 而且你改不掉自己的身上 或者说心灵里 真正的洁癖 当马丁老师说他有洁癖 我是选择性洁癖 我从小到大有一个事是不能碰的 就是我的枕头 我的枕头呢 必须一定是我每天呢 要用沾黏那种毛穴的那种滚轮 滚过来滚过去 后来呢 我结婚了之后 我想说怎么办呢 就像有个男人在躺我身边 于是呢 黄果轮抓过来呢 从头滚到尾 我会每天在睡觉前呢 把他滚两遍 你知道这件事情呢 对他还挺受伤的 他有一次跟我讲 他感觉自己被拒绝 因为他觉得 他要靠近我这件事情 是必须要再三消毒的 我相信女孩有这个感受对吗 我倒是想跟男生说一说 其实你知道吗 后来我是怎么克服自己的这种 某种特定的部分的洁癖呢 我去了一趟 为了公益 去做类似的呢 支教这样的行为 你有出过国吗 没有 你没有去过非洲这样的地方 对不对 没有 我跟你说 你如果真的去过一次 我跟你讲 所有你的人生都开阔了 因为你怎么敢 也赶不走那些蚊子 你怎么样骂 也骂不了那些细菌 于是也就自在了 你知道吗 就把自己打昏了睡吧 我还睡过那一个酒店是 门窗是坏的 然后有这么大的飞虫 就落在我的床头柜上 我也不敢打他 我就盯着他 跟他看了两个小时 后来我累了 我就睡了 从此之后 我觉得人生都开阔了 你知道这个大自然的空气里面 充满了病菌对吧 那怎么办 别呼吸了 发肌闷死 不可能吗 所以再防啊 也防不了空气 于是 人生就放开一点吧 爱 是我认为 最强力的消毒液 很多有洁癖的妈妈 生了小孩之后 在帮孩子换尿片的时候 即使又是屎啊 又是尿的 没有再闲的 我妈 也曾经呢 有一点洁癖 但有一次呢 我弟弟生病了 吐了一桌子 我妈用手 都直接去骂了 这叫爱 爱 有的时候是可以抵抗 很多很多 不甘不尽 跟心中的一些纠结 跟抗拒的 另外 你更该信任的是 你们之间的爱情 如果你们之间的关系 跟信任是够强大的 就算 有再多的哥们在他身边 也不会怎么样的 我们不能够 求这个大自然 没有细菌 只能够增强抵抗力 有形的抵抗力 无形的抵抗力 都是一样 我显然是一个洁癖爱好者 但是想说的是 干净是一种当下的状态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保持它 一直是脏 又或者是 一直是干净 但是我认为 你们俩真正的问题 还不在于 所谓的洁癖 我们说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怎么会走到一起 生活当中总有一些 很奇怪的现象 你越是讨厌某种人 这种人在你身边 出现的频率就越高 好像你非常招这种人 所以才让你的生活当中 多了一个严谨的男生 所以当发现 彼此那么的不同的时候 用一种欣赏的眼光 去欣赏对方的不同 学一学对方的自我体系当中 良好的一面 综合一下 好吧 我没有悲观或者是乐观 我觉得如果能够放下 自己的体系 去学习一下对方 你们可以相处下去 事实上女生已经在这么做了 但是你没有 你在得寸进尺 好不好 还有爱 想包容就在一起 没有爱 难忍受 就早分开 所以我想下面的时间 还是留给他们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我一直都很珍惜 咱们俩这段感情 我觉得这几年 咱们过得都挺开心的 就算我有些小毛病 我觉得在生活习惯这方面 我们还是可以互相磨合的 然后你那些 所谓的哥们关系 好朋友 我也会适应地去接受 所以你要不再考虑一下吧 我觉得我已经 真的为你改变了太多了 你反而还在不停地要求 我还在挑我次 我想说如果你能 不要要求我这么多 我们俩能好好相处也行 但是看你现在这个状态 估计悬 来 请亮灯 两位请回吧 谢谢 主持人等一下 就昨晚准备了一个小盒子 让他背后去看一下 谢谢 就是单独给他看的是吧 对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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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是这样一对恋人 情感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生活习惯有着巨大的差异 来 请关门 因为生活习惯有着巨大的差异 所以导致了一段恋情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的他 像这个男生一样 你接受吗 接受选赞成 不接受请选择反对 各位 请选择 现场69.70%的观众说 我是接受的 还有33.30%的观众说 我不接受 听听他们的想法 接受吗 接受 我觉得爱能使人互相的包容 如果我的男朋友 他有洁癖的话 我愿意为他去改变 要是我的话 反正我是不会接受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事太多的人 这不是事 人家就是 他太洁癖了 我觉得受不了 就是必须 我得按自己的方式活着 不能按他的方式活着 反正我是接受不了 死的心都有了 谢谢啊 谢谢你的个性表达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吧 我特好奇 男生的盒子里有什么 这是盒子里吗 盒子里是什么呀 他叫我不要忘记吃药 这盒子里是 吃什么药啊 喂药啊 亲爱的 你胃不好 平时别忘记吃药 就算最后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 也请记住 有一个人比在乎他自己还在乎 来这招 欲情不动 我最讨厌 来这招 最讨厌你还出来 你咱俩先握个手 但是现在你的女友手上已经沾上了赵川俊 你要不要用消毒水消毒一下 你还牵得下这一只手 那我牵个牵手背吧 对 手背 那只手 那只 右手 右手 可以不亲可以不亲 开玩笑了 回去慢慢磨合 老师们讲了很多 你们自己好好去学习就好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把戒指送给叔叔 谢谢你们俩 来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你能别干嘛你啊 就垫 垫在地上 不会脏裤子嘛 你能不能不要点 人家 人家都是好好的正常 你干嘛那么不正常 好 说话 亲爱的 谢谢你 你别要求我那么多就行了 谢谢老师 来亮灯吧 亮灯吧 还有礼物送给你们呢 成功复合的情侣 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提供的 价值500到3000元 不等的旅游带金券 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 好 开始 开始 停 停 恭喜啊 获得了1000元的旅游基金 能手拉着手一起走吗 可以啊 祝你们旅行愉快 谢谢二位 谢谢老师 祝你 祝你辛苦 加油 祝福 谢谢 谢谢